112年的流感疫苗开打日是定在10月2号 现场徐中卫在2号上午特别邀请了县议会的议员们 在县府大理堂举行了流感疫苗开打记者会 活动当天十三乡镇市卫生所也同步启动了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同时也呼吁乡亲要携带健保卡 赶快到花莲县有51间流感疫苗合约院所 和十三乡镇市的卫生所来预约施打 欢迎接种服务2号上午在县府大理堂举办 祝你幸福记者会由复兴的严信章 副医长续学艺 一名男幼童以及一名女性居托远等人 释放接种赛诺飞疫苗宣布全县十三乡镇市卫生所 2号正式启动公费流感疫苗接种 要打一方声请举手 接跑卡带了没有 都带了 在这里 今天只要我们在这时候 11月1号开始就是50到64岁开始要施打 那在这之前 所有人都会65岁以上的通通都可以打 知道吗 所以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 让大家一起赶快来打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 珍贵要跟大家介绍 也请大家要谢谢他们一下 好不好 秋冬四季正式流感性感冒的耗发期 今年公费四架流感疫苗厂牌有国光 在诺非 台湾动用以及高端 其中高端是首次加入公费疫苗的行列 公费对象今年是新增居家托育人员 卫生局长最后表示 花脸曾经过往进了9万剂公费流感疫苗 并自行委托中央再采购1500剂 供高中职以下教职员接种无限定品牌 另外各校园今天也陆续替学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县福教育处代理处长翁崇明表示 目前教育处尚未接获家长反应 不让小孩子接种疫苗消息 上午各校顺利完成疫苗注射 未来若有学生不愿接种疫苗 学校表示尊重 记得继续观众 知道吗